还记得上次我们介绍的相等的笔吗? 这样用等号连接两个笔的式子 我们就称作比例式 其中比较靠近等号的B和C就称作内向 而比较外侧的A和D就称作外向 所以像是3比7等于9比21 在中间的7和9就是内向 在外面的3和21就是外向 内向的7乘以9是63 外向的3乘以21也是63 真是刚好耶 这是巧合吗? No 其实每个比例式都会有这个性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不知道耶 会不会是跟笔值有关系咧? Bingo 3比7的比值 7分之3 9比21的比值 是21分之9 接下来的过程可要看好咯 我们首先利用等量公里 在等式的左右同乘7 再来继续在等式的左右同乘21 左边就可以把分母去掉 剩下分子3 右边就可以把分母去掉 剩下分子9 这个动作目的是对两边的分数去分母 然后得到关系是 3乘以21等于9乘以7 这样就是刚刚狐狸猫发现的 内向乘内向等于外向乘外向 哦 如果是其他相等的比 会不会也能得到一样的结论呢? 可以的哦 我们来假设比例是 A比B等于C比D 两边的比值是 B1分之A和B1分之C会相等 接着运用等量公里 对比值等式的左右同乘BD 稍微约分整理一下后 得到关系是 D乘A等于B乘C 也就是内向乘内向 等于外向乘外向 偷偷告诉你 其实刚刚的方法熟练之后 可以直接在比值等式的地方 对两边分数交叉相乘 也能够得到一样的结果 哇 真是方便耶 但说了这么多 还是不知道 这个性质什么时候 可以派上用场耶 没关系 那让我们来看看 以下这个比例是 1比2等于2比X 要请狐狸猫帮我解除 未知数X Oh so easy 只要用刚刚学到的 内向乘7等于外向乘7的性质 就可以很快算出 未知数X是多少了 内向乘内向是 2乘2等于4 外向乘外向是 1乘X等于X 所以X等于4 就是这个含有未知数的 比例式的解 答案为B 这题好可怕哦 居然等号两边 都有未知数耶 哈哈 放轻松放轻松 我们首先一样先把内向乘起来 得到15X 接着外向乘起来 是4X加8 最后只要解 4X加8等于15X 就能得到答案 就能得到答案X等于11分之8 是不是很简单呢 嗯 最后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到了什么吧 首先是内向乘积等于外向乘积 接着则是遇到含有未知数的比例式的话 可以运用内向乘积等于外向乘积来解题 那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